民間共露水村的一條龍路 因為等久以來受到大罪的情勢 造成露民下漢 家族水高未通只要一路大戶 到的元氣將近一米簽的營水 若是人民政策不方便 到的民眾要通行也很困難 今天一整個科學科辦公室的主任 和管理官創總理 就位同上官黨委來跟建長政行會審 並且受制改善的恐慌 表面這款的政調繼續發生 看到表面的水分就受到當時飲水的狀況 若是人民進做不方便 連民眾要經過都很困難 因為鄰居也都要去做工具 要煮香酒 民間共露水村的一條龍路 因為等級以來遇到大水的沖沙 造成路邊下漢 像白水高不通 只要露大火便會去喝大水的狀況 這個地方過去的菜箱 有一個寒洞 這水 因為這就是後面 都沒有燙 有這水 稍微相關 已經美多親 白水高從以前開始 就做差不多一半 衝擊到台十六線 造成台十六線下方的水高都攤線 立法委員可思華 接著臉上的甄情 在第一時間 請辦公室主任進行火砍 關於完創中籍 也來到很多關心 並且回到相關單位 作為輸出改善方式 今天經過火砍後 開始有需要白水 白水的改善 這部分 我會跟港禄局這邊來配合 擦這一個壓起來的白水 由我最多補治局這邊來 想辦法來協助地行來處理 那我們縣湖就是希望那個水保局 南投溫局跟公路局能夠協調好 來改善這個地方的野系排水功能 這個所在在台北的幾年來面 就做了三次的火砍 這邊經過國單位的核調 已經有粗部的共識 未來就能將所有問題做改善囉 記者上網上參與報導